古艾玲的18岁到底有多耀眼 3岁开始接触滑雪 9岁就蝉联美国少年锦标赛总排名第一 11岁取得全美13岁以下 扑到障碍赛冠军以及全能亚军 12岁斩获七美金牌 13岁开始向成年做挑战 16岁就获得自由滑雪的世界冠军 但古艾玲最大的梦想却不是这些 而是能代表自己的祖国参加冬奥 于是就在这一年底 她被自己做了主 规划成为了中国公民 这次回家比赛 17岁荣登2020福布斯 中国30岁以下精英榜 同年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18岁在2022北京冬奥会中 代表中国队参加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 以空中反向转体1620 及空中左转四圈半多的金牌 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完成反向1620的女子运动员 相当于在17层楼的高度 翻转四圈半后 抓板再稳稳落地 这就要求选手身体的综合力量要更强 才能短短几秒内爆发足够的力量 化身为人体婆罗 稳稳落地 这就是滑雪天才少女 古爱凌的18岁 通过不断努力变成一个满级的天才少女 那么你的18岁都在干什么呢 短刀速滑和速度滑冰 看上去像一对孪生兄弟 很多人也对他们傻傻分不清 不都是在绕着圈滑冰吗 人多的是短刀速滑 人少的是速度滑冰 但现在速度滑冰又增加了一个集体出发的项目 那二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短刀速滑通常被称为短刀 而速度滑冰则被称为大刀 就如字面意思所说 短刀的场地面积相对较小 椭圆形的冰刀 每圈仅仅有111.12米 而大刀的场地相对较大 在周长400米的冰刀上进行 其次二者的赛道设置也不同 前者的赛道没有细分 选手可任意滑行 而后者则不同 不仅赛道被标志线分为内刀和外刀 选手还必须按规则滑行 一圈内刀一圈外刀 另外从运动员的穿着上也能区分开来 前者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而后者只需身穿 用以减少风阻的戴帽连身服即可 那么你现在能区分出二者了吗 冬奥会比赛竟然也要天空作美 气象与冬奥会到底有多大关系 谋事在人 城市在天 这句话用来形容气象与冬奥会的关系 真的是太贴切了 不过这里的天指的不是天空而是天气 相比于夏季奥运会来说 冬奥会受气象的影响更大 因此冬奥会也有两个苛刻的气象要求 即二月份平均气温低于零度 以及降雪量大于30厘米 这两个要求中 任何一个的可能性低于75%的城市 都没有申请冬奥会主办地的权利 这也导致前23届冬奥会 全部集中在北半球的高美洲地区 这是因为气温 风力甚至能见度 都能直接或间接影响运动员的发挥 甚至生命安全 首先就气温来说 零下12度到2度最为是宜 气温过高 雪质会变得松软 摩擦力会增加 从而可能导致运动员发挥失常 气温过低 雪质则会变得太硬 不仅导致运动员失误率升纲 还容易使其出现受伤的情况 除此之外 风力不超过2至3级最为适宜 因为在高山滑雪比赛中 密封 侧风都会对运动员的成绩 甚至生命安全产生影响 因为运动员在比赛时的最高速度 可达130公里每小时 当风阻过大时 运动员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意外 而能见度最好大于2公里 以防止运动员 由于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情况 而发生意外 就连在室内举行的冰上运动 也对冰面温度 室内气温 吃度 以及大气压等气象条件 都有着严格要求 因此想要举办一次冬奥会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国家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那么这届北京冬奥会 你最期待哪个项目呢 感谢观看